那麼繼續呢 再把鏡頭轉回台灣來看漢光29號演習 今天舉行了第三天的時兵演練 總統馬英九第一次呢 是以三軍統帥的身份 親自前往澎湖視察 也因為馬總統上任以來呢 就沒有再進行過實彈操演 而這一次是首度的恢復實彈操作 所以呢 讓首次公開亮相的國造雷霆2000火箭 格外受到矚目 瞄準20公里遠的海上標靶 八十一枚雷霆2000火箭彈相繼發射 形成嚴密火網 震撼歷史組織 回溫五年 漢光29號演習恢復實彈射擊 而這一次操演的重點主要是陸海 快三軍聯合反登陸作戰 國造的雷霆2000火箭第一次在外島公開試射 更是眾所矚目的焦點 總統馬英九也首次以三軍統帥身份清零教員 真正關鍵的不是在於外來威脅的大小 是我們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夠有效的嚇阻 為了有效嚇阻地軍來襲 包括坐灘線火箭射擊等21類三軍主戰裝備 全都嚴陣以待 總共動員了7600多人 只能等到21小時的時間就發射5萬多發炮彈 槍炮聲震撼澎湖海域透過漢光演習 展現國軍實力 UDN TV 藍庸森王涵秋 澎湖報導